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在南部開跑選前最後一里路 一早直奔岐山填後宮 和民眾近距離拔冠軍 其實我都感謝到 我們南部鄉親 對我的痛苦和愛心 我永遠會聽人民的聲音 最後一段落的時候 跟我們說南部 說什麼力量出錢 我看不懂 南部人其實重心 重意 重心這個土地 我是台灣人 同樣的情形 愛這個土地 車隊掃接 民眾站在車隊旁 把握機會和侯友宜握手 民眾自拍也來著不懼 情合力十足 侯友宜是警戒出身 一名所長 103年選舉期間疑似過勞中風 坐在輪椅上也要到場之池 說今天你要來 我們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聽你 體會基層辛苦 侯友宜說 自己也是從基層開始打拼 未來當總統 一定照顧基層心聲 總統和人民都一樣 爬得大 鬆比較大 人民最大 總統最盛 所以我們要去 很難人民這個賭點嘛 岐山掃接造勢 粉絲站在路口列隊歡迎 立委參選人林一迪 陪同掃接人氣超旺 宣青火熱要一起拼到最後一刻 记者蔡双集高雄报道